台杠公司 冯一刚 宋少卿 何说 我的二叔 前几天刚刚跟他的太太 就是你二婶 离婚了 什么 我说他们年纪不小了 儿女应该也跟你差不多大吧 是啊 这么一把年纪了还离什么婚呢 您不知道 事出有因呢 去年 我二叔在台北中校东路四段 开了一家公司 懂了 生意不好 倒闭了 所以你二婶要跟他离婚 没有 生意好得很 那为什么要离婚 我二叔在中校东路 钱贵KTV的左边 圣玛丽面包店的右边 有这个地方吗 开了一家台杠公司 台杠公司 这是做什么的 KTV是做什么的 让人去唱歌的 台杠公司 就是让人去台杠的啊 有人去吗 当然有 而且打从一开张 就生意兴隆啊 这要钱吗 怎么不要 一次三百 这么贵啊 进来之后 往柜台这么一坐 服务人员就问你了 先生 要台杠吗 一次三百块 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你答得出来 怎么样 给你六百块 一赔二啊 这好赚 是啊 很多傻瓜都是这么想 好吗 我成傻瓜了 俗话说得好 没有三两三 是不敢上梁山 你二叔很会台杠 岂止会 应该这么说 我二叔除了会台杠之外 怎么样 就什么都不会了 在这间台杠公司里头 我二叔挂头牌 人称老杠头 他的三个儿子 就是大杠头 二杠头 跟小杠头 好吗 要是有闲杂人等 来到公司台杠 怎么样 就由大杠头 二杠头 跟小杠头招架得了 要是遇到棘手祸 这才由我二叔亲自出马 亲自上阵 我二叔功夫高 本事好 跟他台杠啊 价钱不一样 要多少钱 三千块 三千块 十倍啊 那可不是吗 可是 你要是能赢了我二叔 马上赔你六千块 六千啊 有一天 孔夫子的第七十四代子孙 那是谁 令子辈的 名字我就不说了 说出来挺丢人 听说我二叔的盛名 人称老杠头 这孔令什么什么的 心里就不服气 特地跑来抬杠 是啊 大小杠头一看 怎么着 孔家第七十四代 令子辈的子孙来了 有学问的人来踢馆了 连忙进房 把我二叔请出来 老杠头亲自出马 这位孔先生 长得是温文儒雅 态度大方 孔子的后人呢 理当如此 他把三千块钱 往桌上这么一放 就说了 叫你们家老大给我出来 啊 这样讲话 二叔接过三千块钱 就说了 请问 注意 问题来了 这就开始了 在这个世界上 是先有男人呢 还是先有女人呢 哦 那他怎么说呢 应该是先有男人吧 对 圣经上说 女人 只是男人的一根肋骨变的 哦 先有男人 请问 您是谁生的 谁不是自己的母亲生的 那 既然如此 这世界上的第一个男人 也是他母亲生的啊 废话 那怎么能说是先有男人呢 对哦 他说错了 这就输了 哦 他马上改口说 先有女人 啊 我二叔听他这么说 他又问了 问什么 哦 您是您母亲生的 是啊 您母亲是在结婚之前生你的呀 还是结婚之后生你的呀 当然是结婚之后啊 那为什么结婚之前他不生啊 废话 没有男人 只有女人生的出来吗 哦 既然如此 怎么能说 先有女人呢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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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哦 台杠结束 姓孔的输了 孔家的后代输给了老杠头 这下子面子可丢大了 回家之后是越想越不甘心啊 那又能怎么办呢 焚香祭祀上告祖先 哦 他丢了孔家的脸 跟祖先忏悔 哪呢 搬请救兵啊 哪来的救兵啊 就看第二天 我二叔的台杠公司来了一位西客 哦 一位老先生七十多岁 身穿浅黄色宽布长袍 头上绑着法纪 腰里挂着宝剑 走进台杠公司 这是谁啊 大小杠头一看这也稀罕啊 就是啊 这算哪门子打扮呢 老先生往柜台一坐就说了 找你们家老杠头 找你二叔 老先生从腰里头掏出三千块钱 往桌上一放 啊 这笔钱原本是要去钱贵KTV唱歌的 现在拿来抬杠了 大杠头一看怎么着 有钱 就拿出来宾登记簿 还有来宾登记簿 老先生写的是什么 提起毛笔 姓孔 明秋 自种泥 谁 孔圣人 孔秋 哪一个孔圣人 什么还哪一个孔圣人 中国历史上就一个孔圣人 孔子 孔老夫子吗 正是 有鬼啊 有鬼啊 救命啊 不是 你胡嚷嚷什么呀 孔家祖先特地显灵 他来干嘛 来把孔家的面子要回来啊 来报仇啊 大小杠头一看 傻了 谁敢跟圣人抬杠啊 赶紧到后头 把我二叔给请出来 对 快找老杠头来吧 我二叔对着孔圣人 一鞠躬就说了 哎呀 好久不见的您老 啊 怎么会好久不见了 自从念完国中课本之后 就再也没见过您了 嗨 孔圣人就说了 嗯 废话少说 我今天特地找你来抬杠的 直接了当 哎呦 按理说 我怎么能跟您抬杠啊 可是 我开的是抬杠公司 要是不跟您抬杠 我这买卖 也就不用做了 哎 为了我这个生意呢 我非得跟您抬抬杠 那就来吧 二叔就问了 这么吧 就拿圣人 您说过的话 咱们来抬抬杠吧 哦 注意 您说 净鬼神而远之 又说 此不与怪力乱神 这个鬼神到底是有 还是没有 哎 问的有道理哦 圣人也说 所谓 既神如神在啊 这个鬼神原本是没有的 信则有 不信则无 也就是说 你信就有 不信就没有 说的有理由 我二叔就说了 哈哈 这个这个不对啊 您说信则有 不信则无 这话我听着不对 不对 不对 怎么了 哎呦 老夫子哦 您说这话 太没道理了 哦 相信就有鬼神 不相信就没鬼神 这个鬼神 怎么可能又有 又没有呢 这像是圣人 说的话吗 啊 您倒是拿定主意啊 到底是有鬼神呢 还是没有啊 是有 还是没有 你说呢 我我哪知道啊 圣人就说了 那个 这个这个 鬼神这档事 是谁也没瞧见过啊 没瞧见过的 就是空虚的 空虚的呢 也就是无 那就是没有啊 没有 您这意思是说 没有鬼神咯 哎 圣人就说 嗯 瞧不见的 就不算有 是啊 瞧不见的就是没有 哦 瞧不见就是没有 是吧 哎 那我现在跟您说话 这个声音 您听见了 声音在哪呢 啊 您瞧见声音了吗 啊 您能够说这个声音 它是没有的吗 嘿 我这儿有一盆花 闻起来挺香 香味在哪 嗯 谁瞧见香味了 瞧不见香味 怎么能说没有呢 嗯 人在空气里头活着 谁能说没有空气啊 这没空气 人就憋死了 空气 什么长相 这 空气瞧不见 香味瞧不见 声音也瞧不见 可是都有哦 那怎么鬼神 您说没有呢 对呀 再者说 现在哪一年 西元2002年 西元2002年 你恐圣人 坐在我店里头 跟我抬杠 鬼神 怎么能说是没有呢 他 这这这 哎呦 这圣人怎么说呢 圣人没词了 给问住了 站起来往外走 哦 孔圣人输给你二叔三千块呀 可不是嘛 嘿 第三天 又来了一位席客 嗯 一个瘸子 全身是臭烘烘的 背上背着个大葫芦 煮着个拐杖 一瘸一颠地 走进台杠公司里来了 这是谁呀 大小杠头一瞧 以为是叫花子 嘿嘿嘿嘿嘿 哪来的臭药饭的啊 出去出去 是个药饭的 瘸子往柜台一坐就说了 找你们家老杠头 买卖上门了 大杠头按照惯例 拿出来宾登记簿 写的是什么 铁拐李 李铁拐啊 八仙也来了 原来 昨天孔圣人输了 回去告诉了铁拐李 他今天特地来为孔圣人 打抱不平 要帮孔夫子 把面子找回来呀 哼 快找老杠头出来吧 二叔赶紧出来 一抱拳 哎呀 李大仙 今日光临 有何见叫啊 铁拐李怎么说呀 什么光临呢 只叫啊 你少给我来这套 打开天窗说亮话啊 听说你把孔圣人 给赢了你个猴崽子 骂人呐 我倒要看看你 多能抬啊 合着也是来踢馆的 二叔就说了 哎呦 承蒙您看得起我 我就跟您抬抬吧 咱们是赌钱呢 还是 还是抬着玩呢 赌钱 你跟孔圣人赌三千块 我跟你赌六千块 赌注加倍啊 钱多钱少不在乎啊 我是要给孔圣人转转场 替他把面子捞回来 是啊 要不然以后没人读论语了 那好 咱们现在可就要抬杠了哦 这么着 就拿您老本身来抬抬杠吧 哦 您是谁呀 明知故问 铁拐李呀 您是卖什么的呀 啊 八仙卖什么呀 我什么也不卖啊 对呀 什么也不卖啊 嘿嘿 您是神仙呐 八仙呐 全是废话 您背着那个葫芦 干嘛呀 干嘛呀 这葫芦是我的宝贝 对 法宝 这葫芦里头是什么呀 是什么呀 丹 金丹啊 丹啊 金丹 这是神仙练的宝贝 神仙练的宝贝 练他干嘛呢 哦 对呀 练他干嘛呢 这金丹用途可大了 能起死回生啊 起死回生啊 非但能起死回生 还兼治内外两颗 各式绝症 要到病除 要到病除 您别说了 怎么着 别说了 金丹能治病 能治病 治什么病 内外两颗各样绝症 要到病除 起死回生啊 什么病都能治 什么病都能治 这金丹就这么好 就这么好 金丹就这么灵 就这么灵 有这么好 这么灵的金丹妙药 您还是个瘸子啊 啊 为什么不自个儿 先把自个儿的腿 给治好呢啊 哎呦 铁拐礼六千块 输了 老杠头大获全胜啊 哎呦 他心里头这个美呦 拳打孔圣人 脚踢铁拐礼 开心呐 哎哎哎 学长 故事说完了 说完了 哎 可是你还没有回答我 你二叔跟你二婶 干嘛要离婚呢 那还不是就是孔圣人 跟铁拐礼害的 哎 我二叔高高兴兴回到家 把自个儿的丰功伟业 告诉我二婶 你二婶就生气了 那有什么好生气的 开心呢 那怎么会离婚呢 事情说完了 二叔肚子饿了就问了 哎那个 晚饭在哪啊 哦 该吃晚饭了 二婶就说了 晚饭在桌上啊 那快去吃啊 二叔往餐桌上这么一瞧 满桌都是菜呀 什么也没有啊 怎么会呢 二叔就问呢 哎 这桌上怎么没晚饭呢 怎么没晚饭呢 二婶说呀 有啊 有晚饭怎么瞧不见呢 怎么着 瞧不见的就不算有啊 这话好耳熟啊 我跟你说话 这声音你听见了 这声音在哪呢 哎 我这儿有一盆花 闻起来挺香 香味在哪呢 要 人在空气里活着 空气什么长相啊 不会吧 空气瞧不见 香味瞧不见 声音也瞧不见 可是都有啊 怎么晚饭你就说没有呢 该 这么离得婚呢